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 因为我们这边有不同的专家 有音乐家 有美术艺术家 还有一些学术 学者 还有一些教会的朋友 还有教会的一些负责人 一些对圣经非常熟 还有谁 还有穆斯 还有数学家 还有音乐家 今天我们想的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来探讨一下 就是中音乐 所以今天就是我和杨博士 他是学音乐学和音乐词的本事 这方面就是非常丰富 我只是学作曲 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们两个共同 讲我们所知道的事实 大家提问 就是不要以为好像你这个提问是不是太坚头 没有提问 就是我们就是提的越深 提的越透 提的越多 那我们就是 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也是越清晴 那么还有呢就是音乐家当中呢 我们这边有搞西洋音乐 还有搞明月的中国的 那么当然就是我们这个探访呢就是限于那个 这边的关系 主要是标准的西方音乐 和中国音乐 这两个角度来看 那么当然呢 世界上音乐很多 像什么印度啊 其他的音乐 那么这方面呢 我们就设计了一些 那么 就是现在 那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先开始了 好不好 那么 那么 就是 这个呢 就是 我就是 关于音乐的起源呢 就是 我就是 就是 在那个 我过程查了很多 因为是什么起源的 那么 大部分的 的回答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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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讲是 没有人知道 他们也查了 但是 练了很多很多 这个说法 但是 他的那个结论呢 就是 没人知道 以前就是 因为 他可以 就是 那么这个人呢 看来呢就是 他最后讲的 虽然没人知道 但是我觉得呢 我离不开音乐 那么 那么 肯定是个音乐爱好 对不对 他爱好 他说他离不开 那么 那么 还有一些文章 专门写的 就是音乐的起源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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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句就是这么讲 音乐从何而来 而来 这是有史以来 都是一个谜 都是不知道的 那么 那么 才遇到一些 讲音乐从何而来 就是一篇文章 叫做音乐从何而来 它说 音乐运上的丰富的文化 和历史 叫内涵 而 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伴随于 人类历史的发展 然而 就是说 音乐起源是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秘密之一 你也不知道 那么 那么 还有一篇文章呢 音乐是谁创造的 百度之道 对不对 那么 他这里就是 列举了大量的 说法 就是他有 列举了八个可能性 那么 现在呢 我只是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大类呢 就是 比如说 音乐是神创造的 古希腊就是有一个 就是 社会学家 佛拉图认为 指 指 指 神在 人 天上有个主管音乐 使得 妙 妙 妙 神 神创造的 那么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唯物主义的 我就讲了 是 马克思怎么讲 好 这是马克思认为呢 就是 是 劳动创造的 一切 劳动创造的 一切 那么 音乐也是这样 那么 还有呢 就是 就是我们在这个 中国的文章 也知道 对不对 我们也讲 就是宋教文章 他在一篇文章呢 叫 门外文台 就是我们的主权原始 原来是连话都不会说的 为了共同劳动 必须发表意见 才建立 练出复杂的一生后来 假如大家抬木头 不觉得吃力了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 恩侯 恩友恩友 那么就是 那么就是这个 所以呢 就是 音乐呢 就是 大家也知道 那么我现在看看 杨博士 今天有这么多的前辈 谢谢梁老师 首先 谢谢梁老师 让我来打酱油 然后 这么多的前辈 和族人在这边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但是我说实在话 我今天是来 抱着一颗虔诚的心 来听梁老师讲字 但是 首先 我呢 不是一个无识论者 我先声明一下 我的妈妈经常跟我说 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神创造的 但是呢 我还是有我自己的这种观点 我自己 我自己 只代表我自己本人 哈 我不是无神论者 但是呢 我宁愿相信就是 天上的各路神仙 可能就像地上的每个国家一样 因为我们毕竟有什么宗教 嗯 我不会反驳我的妈妈 就像我不会反驳梁老师一样 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神创造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听梁老师的这种不同的观点 那呢 就是你现在要讲一下 就是说 从音乐史上 从文学上 这个音乐的创造是怎么讲的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像梁老师您刚才说的那样 是 劳动创造说 我们人类从 远古时代 一直到 进古 一直这样 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任何的万事万物 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所以说呢 有劳动说呀 模仿说呀 工具说呀 还有工术说呀 这些都是我们世俗的这种 教科书的也好 或者是我们世俗的人们认识的也好 就是这样一些基本的 大致的 这样的几个音乐起源的一个说法 那么现在呢 就是 其实呢 因为我们都是学音乐出生 对不对 那学音乐出生呢 所谓的 我们所学的音乐史 那么最少呢 就输到 中世纪 中世纪到现在 那么它的原因呢 就很简单 因为中世纪呢 他那些音乐的 通过音乐的技术 我们知道他 唱的是什么 他演奏的是什么 他演奏的是什么 那么才能够 抱受 扩护 那么但是呢 就是有一个问题呢 音乐的曲 远远早于这个 远远早于这个 所以呢 就是 从我们学音乐的角度呢 通过音乐史呢 是找不到这个 不知道它是什么情人 因为 中世纪大概是 是公元以后 五百年左右 公元五百年左右 那么 那音乐呢 实际上如果你要追溯到 希腊文化 古罗马文化 它都是公元前的人 那么起码也享受到一千年 所以呢就是我们 学音乐的人呢就是我们 就是习惯的概念嘛 就是音乐是什么 中世纪 才有的就是 那么在至于以前怎么样 因为没学过 也没提过 书上也没提过 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 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就看呢 就是 确实是这样 因为是一个难题 因为这前面也没什么记载 有没有什么记载 那么 就是我们师父的教育也是这样 所以呢就是 对这个 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 也可能是 因为这个问题呢 大家都会有 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 都会有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 就是 偏见 或者是 不准确的地方 包括我也是这样 就是以前总是认为 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呢 是 当时是罗马天主教 是 这是最主要的 那么 是不是在这个音乐 从这段时间 如果是从这个世纪 产生的时候 会不会受到 很多宗教的烙运呢 对不对 宗教的影响呢 所以它的体制就是 会不会受到这个影响 那么 就是 也就是 呃 前不久呢 就是自己就想 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 这个音乐 好像 这个音阶 有12个音阶 那个 就是 而且 就是音律 有12个音 对不对 就是12个半音 那么 我们的 所用的音阶呢 就是 西方的音阶 就是七声音阶 那么 我们所用的和弦呢 是三和弦 那么老师 这个三个数是 三七十二 那么 就是 就是 基督教所信仰的那个数字呢 那么不弄我和 就是 我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来想这个问题 但是呢 后来就是 就是 去查了以后呢 觉得 就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呢 就是这个数字还在 就是说 并不是说 是一个数字的一个缴和 就是 这个数字 不是一个完全说明这个问题 就是它有很多的事实 来说明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我主要是感觉一点呢 就是 我们现在能够有 丰富的床子 那比如说 就是我们用手机 对不对 哈哈哈 也连上 那么 但是 那就刚刚一看 有连半天在连上 对不对 就是要匹配才行 那么我们现在 要出去就驾驶车 比如说 随便随着车 我都听看 就知道什么开就行了 但是呢 就是有一个问题 当你测坏的时候 你要换零件的 就是 你Toyota 你只能找Toyota的零件 你不能找Honda Honda配不上 所以那是统一制造 就是人类制造的东西 它都有它的局限性 那么前一阵子呢 我要换一个新手机 那么它那个 手机说 你是不是 你把你的Data 需要保留下来 我说当然 这个手机用了这么多年 很多Data 那么他说 你还是用 你原来的牌子 你换别的牌子呢 你的Data 就 就没办法保留 这个时候 也可能会损失很多 因为不同的手机 它是有不同的设计 所以它自然就会 就是 就是把 就是 如果同样的牌子 它就很自然就转过来 如果同样的牌子 它可能有很多东西 不法变得 所以人类的 的创造呢 就是 不是有很多局限性 它根据厂家 根据时代 就是有很多局限性 那么如果是神的创造 它一定没有这个局限性 因为所有的都是它 它已经随着运动 非常防范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 就使得我 那我们经常开音乐会 那么就是 其中有一个音乐会呢 就是呢 所有的音乐会 结果都是这样 包括了西方一些作品 那可能是 华洛克时期的 也可能是 克拉什克时期的 对不对 包括了中国一些作品 包括上次 唐靖 对不对 大德国古琴 比如说 还有古琴啊 什么笔子啊 都是一些中国作品 也可能是最熟到清代 那么是两个完全不同文化体系的 怎么 经常我们也演出新的作品 新的作品就是去年才写的 或者是今年才写的 那么对演奏者都没有问题 都能看演奏 对听者也不会说 这个是西方的 我是中国人听 我是听不到 也没这个问题 都能解释 所以呢 就是从音乐 他有一特点 就是他好像没有界限 没有割合 那么这个呢 也使我就是 就是不同名字的创造 不同时期的作品 都能演奏 听者也都能听 也都能欣赏 比如说 我们演奏 柴洛克时期的作品 当今都没有 这个俄国人 为什么能不能听呢 不可能 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女生 正把柴洛克时期的 讲一讲 他的俄文 都能听不懂 所以就是音乐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都可以沟通 就是不像语言啊 文字啊 他就是受到一定限制 那么所以呢 我就是 查了一下 那个 所谓的音乐的起源 就是你打个读物 把这个词打开 就很多很多文章出来了 那么就是一般的那个 字典上呢 就总是讲 就是说 那个 英文的那个music呢 就是跟那个 就是希腊文的那个muse 就是女神 就是女神的 就是女神的 就是 那么 那么中国呢 也对音乐也是 就是说 那么 就是一个叫许圣 他有说文解释 他解释音 生也 生于心 有节于外 为之音 所以他音乐呢 就是他有两个 他的概念 就是说 声音不等于是音乐 那么音乐呢 必须透过人心 来理解 和创造 所以声音不等于 人心 就像刚刚 咳嗽一声 不能算音乐 对不对 那么只有 音乐 他有特殊的 特殊的一个 那么 那么 我又查了就是 用英文来查 The History of Music 查一下就是 那么他那个 也把这个音乐 有定义了 那么 他把音乐定义为 Cultural Universal 那么 换句话说 他是宇宙的一个武法 就是 他确实就是 非常广泛 那并不是说 我们人类就是说 如果你 外星正有人的话 可能你言是不通的就是 但是音乐 他就不能理解 那么 这是 那个指定 那么 我也查了圣经上 对那个 音乐 所以 音乐 这实力上最早期 记载音乐呢 就是好像是 创世纪的 四商二十一节 就是 他上面写的就是 我记得 亚巴一个兄弟 叫尤巴 他是 一切弹琴吹消至人的 祖师 那么就是这个 我就查了 那个 那个 尤巴是什么 那么好像是 就是 那个 圣经上 亚当下来的 第七代 对不对 那么 他就是 他们写的是 那么 我们看他这个 当时的那个 记载的话 和人的寿命的话 就是 当时 那个 那个 牛巴出现的时候 亚当还在了 因为 亚当是 你知道 九百三十年 九百三十年 对不对 他是六百八十七年就 就出生了 所以他是 那个 他是 第一个 但是 他现在就是 我这么讲的 就是 这是讲的 圣经的其实 那么 数据两点 他是 就是 他这讲的 是有两个乐器 一个是弦乐器 一个是管乐器 一个是管乐器 当时 他就 当时就已经 就这两个乐器 弦乐器 管乐器 这两个乐器 当时就是这样 那么 那么 我的妈妈就查 中国的音乐史 那么 中国的 就是 就是 讲的音乐 最早的可以 上述到 皇帝 那个时代 就是 那两个字 也不过认识 不过认识 干什么 是 时代 那个是 那个记载呢 就是 就是 那么 皇帝 我知道 好像小时候 你讲的 就是知道 中国的一些历史 他是最早最早的一个 中国的最早最早 最早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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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在战国时期的一个宿主呢 叫 驴神秋他们就记载了 皇帝呢 就是另一个叫 灵伦呢 作为御 那么据说呢 这个灵伦呢 这个灵伦呢 就到了昆仑山了 就是 他砍了 十二根组织 就是十二根组织 那么他消去竹节 就开了一个口 那么 然后呢 一开始呢 就是 他就想自己来弄 就是 起初呢 吹奏的声音 他弄了半天 也没弄 这时候呢 正好这个时候呢 天上飞来了 对凤 凤叫了六声 皇也叫了六声 其声音 美妙其人 所以 那个 那个 灵伦呢 就是根据凤凰叫的声音呢 就是做了十二根 十二根绿管 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也注意几点 第一 他制造的是绿管 那么就是说 他所 最早的音乐给出来的时候 并不是说 下面不要讲 先是哼哼哼哼一两个音 然后哼哼哼哼三个音 然后哼哼哼哼五个音 你知道吗 慢慢形成的 他一开始 就把音乐 当中的所有的音乐给了你 而且告诉你之间的规律是什么 这就是绿文 所以音乐的起源的话 如果你从中国的来查的话 那么就是 那么就是 就是说他起源的时候 并不是说 从一个简单的形式 而是 他把一个 完全的那个东西都教给你 那么 那么第二个就是 就是感觉 知道的就是感觉呢 呃 就是十二 对 那么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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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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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传统的 重要的数字 那么就是 那么这个呢 就是 那么 后来呢就是 从 考古学经常是挖的 古墳 是不是 那么 从里边就是有一个叫 甲湖 就是 就是 这个古墳呢 就是在一个 叫做甲湖的那个地方呢 大概这个 这个是 距离现在呢 应该是 九千到七千米 九千到七千米 嗯 就 就 发现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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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那个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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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发现了这些距离呢 是有孔的 我们这边有距离专家 对不对 他可以追七千 就是七千的距离 你的距离也是追七千嘛 嗯 还有九 六个孔 还有一个统音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河南武阳县 那个地方就出 出你说的这个 这个 这个甲湖 这个湖堤 用故自制作的 那就是好像你还要 不是下次应该会还要请一个 制作乐器的专家来 也可以搞一个讲座 对 他也知道就是在这个 河南省武阳县 就是你说这个 假湖 嗯 七千年到九千年 往八九千年 说的比较多 嗯 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呢 好像是用什么鸟类的湖 做 对不对 婴的大腿 对啊 婴的大腿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已经 可以看出他有的时候 是 就是九千年到八千年的时候呢 有六 五六到六 七个 到以后呢 就变成七个 对 这样其实一些都可以吹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 呃 就是从这里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有几点 就是 音乐呢 从西方中讲呢 就是说 是一个神话的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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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么 从字典上的定义来呢 他又是讲 是 就是 另外呢 就是 那 音乐呢 确实就是说 就是 而且他的创造呢 不是 如果 比如说最久的时候 他不是从简到团类 这么一个形式 他一开始就是 就是 他 所以 应有进入都给你 就这么多 就是 你们就 就从这边来挖掘吧 就这么多了 就三个音 都有了 就是 就是 有这么 这么一些特点 那么 当然呢 就是 在音乐当中呢 有很多 一些元素 就是从我们学音乐来来知道 就是 音乐呢 这个基础呢 就是 就这个三个半音 对不对 这个三个半音呢 可以组成 就是 一部分 就是成为音阶 我们用七声音阶 那你把三个 几个音同时演奏的时候呢 就出现一个音阶 叫做和声 那么 最常见的 就叫三和弦 因为有三个音 而且是 造这个音程的排列 三度排列的 就是说 就是这些 一些主要的 那么 我们再看看 说西方 是怎么样 中国也就是说 很早很早以前已经是 就是 就是我看到那个 那个 那个 大家的那个 Fly当中也有 就是 讲到就是 中国就找到就是 十二音乐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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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毕斯是那个工作 他做了就是 十二音乐 音乐 那我们看看西方音乐 是什么样 那么就是一个 叫古希腊的哲学 叫 就是 大家可能学音乐 就知道 那么 它是一个 就是 就是 讲的就是 他是一个哲学家 数学家 不是 不是 数学家 那么 又讲他是 音乐理论家 他所谓是 他是音乐理论家 因为他的发明 包括音乐的东西 那么 他是怎么发现这个呢 就是 那么 他是也是 观天象 就是 古人在希腊人 我们经常就是 就是 就是 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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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地上的一些绿 一些规律 然后把天上的一些东西呢 就是 找到以后呢 然后来发现这些规律 所以呢 他呢 就是 就是西方音乐 最少提出这个音律的 那么 就叫做 我们一般就叫做 Pathabra Tunic Pathabra Tunic Pathabra Tunic 我们的钢琴就是 十分调整的 就是很早以前 都是十分调整的 音律都是十分调整的 他呢 在观察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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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理论呢 就是 他称之为 宇宙音乐 这个理论 他 他认为呢 就是 音乐呢 这些规律呢 他都是从宇宙的运行来 那么就是 太阳啊 月亮啊 地球啊 这个运行的规律呢 那么 所以他认为呢 当时的 就是在 根据他的理论呢 就是在 这些星球运转的时候呢 一定会发生 发出声音来 这个声音呢 就是音乐 那么这个 这个音乐的 所发生的规律呢 就是 就是 用的这个音乐 那么他就是 根据这个理论呢 也找不出了 12个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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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是 中途最早定出来 那么在他 他呢 就是好像是 许哲学的 许哲学 他是非常有名的 对不对 他呢 就是影响了很多 很多 就是说 很多的一些 所以 他的理论 影响了很多 很多人 包括很多 什么柏拉图 什么 这些 那么最关键的一个人呢 就是 他影响的一个人 叫 克普 克普 那么是一个 就是 他大概是 17世纪左右的 这么一个人 那么他也是 根据他那个理论呢 就进一步研究了 就进一步研究了 他也是认为呢 就是 就是 这个 他写过一本书 就是 就是 世界的和谐 好像就是 讲到呢 就是他提供于五个部分 其中 有两个部分呢 就第三部分呢 就专门讲音乐 他也是 也是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讲呢 他就是 这个星球运转呢 一定是有个和谐的声音的 那么这个和谐的声音呢 就是 就是 所谓的音乐 就是 我们现在的 所定的这个音乐的律呢 就是 根据这个星球运转 这个和谐的这种规律 所产生的声音来做 来形成的 他也认为呢 就是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 就跟那个 Pathagoras讲的一样 就是他超胜 这一定是发生过声音 就是 他认为呢 就是 他就是一定是 历史上呢 也许是发生过一次 就是 也许只是 当时形成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 当时声音 确实发出声音的 那么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呢 就是 一个特点 就是 西方的 那个文化 它肯定跟皇帝没有 毫无关系 Pathagoras肯定跟皇帝 毫无关系 他通过天文所发出的 所发现的那个英语呢 是12英语 也是12英语 因为两者文化毫无关系的 当时肯定不可能有交流 所以 那么 那么 都是发现了12英语 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12英语就是 就是 从音乐来讲 是一个最好的 对不对 最可靠的这么一个 英语 那么现在我们运用的 也是这样 那么实际上呢 还有下面一个 这 让我先走 对对对对 现在我们给大家写 对对对对 这上面一个 这上面一个 这个 对对对对对 这个 那么后来呢 就是 在中国呢 也是在差不多 那个时期 公年前 几百年的时候呢 就是 也定了一个英语 那么中国的方式呢 叫三分损义法 对不对 就是名乐专家 叫三分损义法 那么 那么 在中国称呢 就是 那个法 叫五度相生法 那么 这里呢 就是 上面就是五度相生法 就是 它是 从五度 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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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五度 这个上去 那么 下面呢 就是三分损义法 那么 它这个 就是 它这个中文的词呢 这就是功能的很巧妙 三 三分损义法 就是这个减生呢 可能是这样 三 损呢 就是减少 一呢 就是三加 对不对 那么三 减 减去一个呢 就是二 就是一个分数 就是三分之二 那么以三为重心呢 三再加一个呢 就是四 那么就是 再把三结合就是四分之三 就是它用这两个 那么 那么 损义呢 还有一个呢 损呢 就是减少 对不对 或者是减短 或者就是 而义呢 就是加长了 或者是增加了 他们用这个规律 是不是这样 是的 那么所以呢 所以呢 它就是先死 先呢 就是 从一个五度 就是三分之二呢 正好是这个五度 它就是把那个玄 减少了 损乱 三分 三分之二 就是剩三分之二 那么就形成一个五度 然后呢 一加长了 四分之三 那么就往下 到了一个四度 四分之三正好是四度 全长的四分之三正好是四度 所以它就是 减短了 加长了 减短了 加长了 减短了 加长了 这样就得到了十二英 那三二英明呢 跟五度相生的方法 得到英明是一样 是一模一样 但是有一个差别 就是从这个触节 你看到一个差别 就是 就是 如果五度相生法的话 就是你从最低音音 十二次上去 那么这个要相差六个八度 就知道 是不是 那学音乐就知道 这个从这个最低的这个C 这个低音符 这个音 等高音符 那个音 就是 只有六个八度 就是钢琴是可以 那其他乐器就 有办法 而这个三分水一反呢 就是 这两个八度就完了 对不对 用一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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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得到这个下个音 那么 就是 就是 也很多 那些文章呢 也是讲 来 来讲这两个绿的差别 有些讲是一样的 有些讲是不一样的 有些讲是不一样的 有些讲不一样的呢 把这两个绿的把这个数据都表出来 确实有些差别 那么 这个事情 可能要用我们的 古墓社 还是数学专家 就是 那 是不是 因为 因为这个 因为 在数学当中 小数跟分数 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分数 三分之二 很简单 你把一个东西 这个放三分之一 这方面都不对 那么 分数 三分之二的数学上 你的小数 表现 就是 0.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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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无止境的六 那么 你看 你选择有几位数 那么 如果是 照这个上去 每个 每个都是由 百分之 比如说 1%的差别 要1分之1的差别 的话 以12次就等于是2到12次方 就是是不是144倍 你到最后就相差了 就是跟你前面就会有误差 如果1%到144倍 就是百分之几的误差 你指这个音的不同 是不是这个音的评论 就是说我们这个飞幻器的评论 比如说同一个音的就一个八度 两个八度的评论 之间的这个分数 比如说低音到高音都一个八度 比如说咱们这个飞幻器就是100到1000 中间的这个差别 然后就按这个分数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那么就是音律呢 就是所谓这些音的就是这样 就是说它是跟语言长度有关 如果你语言的变成两分之一呢 就是它称作为八度 就是八度 如果你是三分之二呢 就是之间的音高里 就是变成五度 所谓的五度 那么它就是根据这个原理 但是就是的具体怎么样 就是产生了五度以后 再产生了另外一个五度 再产生四度的时候 它这个学院长怎么弄呢 它们是有一套公式的 就是有一套公式的 就是但是它就是 就是说明一点呢就是 无论是西方的 它用它的方法观念来 来来来来来 它是通过观察 观察那个日影啊 这些这些 精确的运转 它得到了这个十二个音乐率呢 和中国是另外一个方法 是三分损益法 但是它得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明了 这个呢就是公司公司前几百年 远远超过中世纪的东西 那么就是中国音乐的来源 也是先有所有的东西 就是就是互相人类的创造 就是先有一个 就是你要上餐馆的话 你订了一个套餐 对不对 就是有12个菜 他先上一个 后上一个 他坐着你 就是等半天第二天不来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个就是不一样 他先把这个套餐都给了你 你自己选择先吃两个 所以音乐的来源 就是跟物质的其他的来源 它是不一样 那就先把所有的物质都给给你 那么这个给你怎么来呢 就是在中国的说法呢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来的 观天象还是什么 但是西方呢 它就是 就是应对星球的运 所以他那个 那个 他那个文呢 就是做音乐 做了什么 他认为音乐 是跟物质的运情 是一回事 那么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就说是在1972年 在中国 湖南这边有湖南 湖南的长山 一个叫马王堆 这一号汉墓 那么就挖出来了 这些东西 它挖出了三件东西 一个叫舍 一个叫鱼 那么舍呢 肯定就是 叶兰 它是琴琴琴 肯定是弹波乐器 旋乐器 鱼呢 肯定是管乐器 春节年 对吧 这是管乐器 这个绿波乐器 还有呢 就是一套 这个绿波 绿波 就这三件东西呢 正好和所有的 以前的音乐的传说呢 是一样的 圣经之上 讲只有两个乐器 一个旋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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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奥的传说呢 有一套绿波 那么关于音乐的东西呢 那其他东西 发了很多 关于音乐的呢 就是这三件 当时我查到这个时候 我就是 是为皇帝拆遣那个人担心 你怎么选择十二的时候 怎么那么强 就挖出来 挖出来跟数字不一样 对你胡说 结果挖出来是一模一样 那么在这边呢 也讲到就是 那你看这个图呢 最长有多少 最短有多短 就可以看出它这个 出来也是十二个音 那么根据这个比例呢 就是十二个音切的这些音 那么这些就说明一点 就是因为这个体系 并不是说 就是在远古以前 大家已经是把 所有的东西 就是应该有的东西 都知道 如果你后面 你选择哪一个都可以 选择哪一个都可以 该怎么用 是你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 那么这是英律的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中国的英律 西方的英律 那么还有 就是英律的 实际上大家听到的词语呢 有很多 还有什么 英律 temperament 平静律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就是 就是 纯律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讲一个 下面就是 就是 纯律 光是这个音 它还产生了所谓的泛音 就是它 震动以外的 就是 跟它有关系的流行音 那么它这个 也产生了十二个泛音 那么这个十二个泛音呢 就是 二分之一 十八度 三分之一 五度 四分之三 就是十四度 也是这么产生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不是人为的 就是所谓 这是物理现象 那么 我现在查不出 这个 just the information 到底是哪一年 发现的 但是肯定是 跟生学 跟科学 能够计算 出这些 音的震动 那么一定是 电子学 什么东西 这种才可能 那么这里呢 就是 就是 就可以看到呢 就是 当时 通过一些理论 来发现的东西 跟客观的事实是一样的 毫无差别 这是个物理现象 就是那个物理现象 那么在Pathagora 发现的时候 这些物理的集团 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层 不可能是测试 这个是400 一秒钟测试 440说 880说 不可能是 那么它也是 从不同的角度来发 那么这里呢 就是它这个 这个比较重要的 一点呢 就是 这个所谓的 纯绿自然翻译呢 就是它跟 很多东西都有关 一个就是跟我们所听到的 整体的音 那么 那么它这个就是 决定了 人声 乐器 的音色 前面的那些翻译呢 就是自然翻译 自然翻译 对不对 这都是根据 那么所以呢 它就是根据那个音色 就是如果你 这个地方 声音非常柔和的 那么就是你前面的那些翻译呢 出现的比例比较大一些 它对比较协和的 你到十二诗那个翻译呢 就是不协和了 这个怎么声音那么刺 那么就是它后面的翻译比较多一些 就是比较比较大一些 那么它就是 有这么一个 有关系之后 所以 那么就是这个叫自然翻译 那么 那么就这样 下面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just tuning 它又告诉了 另外一个重要关系呢 就是 这前面的是协和 所以呢 这个和弦呢 根据所谓的和弦 和弦呢 就是和弦 就是它就能够和弦 所谓的和弦呢 就是 英文就是hormony 对不对 hormony就是它叫和弦在一起 五和弦在一起 就叫hormony 所以它前 就是它通过这个 这个自然翻译这个系列呢 就可以知道呢 就是你要把这些和弦 几个音同时演奏的时候呢 最好到前面几个翻译 所以我们的三和弦呢 就是到了第五翻译呢 就形成了一个三和弦的这么一个结构 就是说 然后西方人当时可能也不可能也这么 通过这个理论来做 就是说 只是 只是听起来好听 就是这么定了 那么我们就看就是说 既然这个Pathagoras 它就都是四尔银 对不对 都是四尔银 对不对 从翻译自然银接一看出来 Pathagoras是中国的三分损益法 一看出来都是四尔银 就是说这个 那么我们看看 这些数字呢 从西方来讲 它是中国天文来的 那么我们看这些数字呢 实际上 就是 这些天文数字 当然我们这边没有天文学校 就核对一下 那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 所经历的这些日历 都是天文的数字 都是根据天文的运行来的 那比如说 我们的年 对不对 那么 那有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计算的 而且呢 就是那个日期的计算 有一个阳历 一个阴历 对不对 那么阳历呢 就是根据 主要是根据太阳的循环 那么 就是说是 三百六十五点二十二一八九七日 八九七的天 这是 它有很多很多小数 那么这是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小数呢 因为它必须要跟 这个年了 要跟那个 就是月球 园 环绕地球转 那么我们称之为月 那么这个月呢 是 是 差不多呢 就是 二二十九点五三 天的情形成 那个月 那么这个月 为什么有这么多小数呢 它必须要 要根据 那个地球自转 来 这个我们叫天 是不是 那么天呢 大家一看到 就是好像它是 那就是 它是根据那个 日轨 太阳照 那个一个 有温度 就是它那个 好像什么偏差 什么出来 那种 那么 日呢 它是根据 那个地球自转 那么 星期呢 是根据 那个日 那么 而且呢 就是日呢 它就是可以 当初呢 就是 就是 变化 12小时 作为 一个待遇 所以它那个时间也是固定的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变成了就是说 总的算出来呢就是说 一年内有365天 一个月呢 那么那么就是一个月呢就是包括了就是有大概有29平均的是29点几天但是因为那个这个月球的旋跟那个月会有些变化 那么那么所以有些月呢就时间甜出多一些有些月呢就时间少一些那么但是它还是够平均那么就出现了病棉 那么中国呢就是有孕月对不对有的时候应该也出现四个月 所以呢就是可以看出呢就是我们太阳系运行运行呢就是也提供了它只能够提供这些数字 12月7天一个礼拜 就是这样 它只能提供这些数字 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呢 这它代表它通过天文来找出音乐的位置呢确实是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日历就是这样 这些日历数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就是就是太阳地球月亮运转的这么一个路 那么太阳是告诉我们它是怎么来的 确实是有这些数字 所以呢呃 就是呢就是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出一点呢就是这个我们所得到的这个这些阴这些这些绿呢 确实呢是就是跟天文是一致的跟天文是完全是一致的 跟天文是完全是一致的没有任何所以没骗过 所以呢就是这边呢就是有一个叫Roberts 这个有Roberts 就是他姓不一样 这个都冷的 他就是他有一篇呢就是讲一篇文章呢 叫做音乐见证创造 他是认为呢就是这个音乐来自上帝 在唱着天地的一刻呢上帝把音乐赐给了瑞 那时陈欣一同歌唱 就是然后呢 那么这些呢在圣经上也有记载 像是粤国记三十八上也有记载 因为陈欣是陈欣是陈欣是一起歌唱的 OK 那么这个就是绿的成事 那么后来呢就是我们也还发现现在我们所用的绿呢 以前是这个绿 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定义绿呢不是这个绿 是12平均绿 不对 是12平均绿 那么在12平均绿的出现的时候呢 那边还有一个叫明天堡绿 就是在这段时候在某一段时候呢 就是人们不是觉得这个以前的那种 那种很纯绿呢 会有一些不适合的 就是重新的调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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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简单的来说呢 那么就是 12平均绿呢 就是把12个半音呢 调得完全平均了 就是12分了 那么以前的绿呢就是稍微有一些差别 稍微有一些差别 那么下面呢就是 就是这些绿呢就是把这些绿的差别呢 就是列出来 那么这些绿呢就是说 那一口天堡们 你看到那些数字都是整的 就是说其他的呢就是会 一些小的数字 比如说是Hotong 这边是从一口天堡用的 是2.240 对不对 193就是这些差别 这些绿绿的差别 大概是百分之几的差别 那么这两个图 都把这些绿绿都列出来 对不对 Octave 2分之1 Hotong 就是这样 那么现在就是 就是呢 讲到这里呢就是有一个 问题呢就是 就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就行 你不管是 就是 尽管这些事有些差别 就是人类有少数的解决方法 或者少数的解决方法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出来呢 不管是中国 中国的文化也好 西方的文化也好 他发现这个音乐呢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那么 那么 从西方的 Pathagoras它是个绿片 那么我们 我们从合我们的日历呢 他就看着 自己的日历表面 也可以印证这一年 确实是12 一个礼拜 确实是7天 对不对 就是这些数字 但是呢 你当发生人类的历史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人类自己发明的这些绿呢 有各种各样 有15平均律 17平均律 19平均律 22平均律 33平均律 34平均律 41平均律 53平均律 72平均律 能听到 能听听过没有 没有吧 那就是说 人类的厂史 只要人类的话 它可以各种的 但是这些呢 确实有人名的 你都可以查得出来的 而且有作品的 名字都有 它只限于这些 用不来 别人用不来 所以 并不是说 人就是 那么 那么 顺从 就是到1000以后 它都用了 人就不去想它的 就是这么用 实际上 人是不断地想 不同的方法在弄 但是 不过是 除了这个12平均 12英币以外呢 别的都不成其合 它都行不通 它只是在 各别的上面 都行不通 那么 现在我就讲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平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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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个呢 就是跟大家 学的音乐史 就有关系了 你都知道了 那么 这是在 就是 在 我们讲过的 这些音乐史呢 就是先是中世纪 然后是文艺复兴 是 就是 然后是 然后是 然后呢 就是 然后呢 就是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 那么 就是 在 中世纪 和 所谓的 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候呢 那么 西方呢 那个音乐呢 就称之为 宇老师音乐 那么 它从12英当中 选择7的音 就形成 这么一个音阶 对不对 那么 这个音阶的就是标出来了 有什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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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名称 那么 那么 中国呢 就选了五声音阶 那么 工商脚子 对不对 工商脚子 对不对 工商脚子 对不对 那么 他们为什么这么选择 明明是12英 这么选择 实际上这个 所谓的7声音阶 就是这个 12英语当中 连续的7个音 5声音阶 就是这个 这个 12英语当中 连续的5个音 连笨蛋都会做 是不是 都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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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么 那么 这7个音 和5个音呢 就是 它行 它的 用不同的调式的时候呢 已经可以 创造一个 非常不复的音乐 就是 不同的音阶 这是不同的音阶 这是不同的音阶 呢 它就是有不同的 呃 不同的色彩 不同的 类型的音乐 你表达不同的感情呢 就不去 这不同的音阶 所以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 大家 搞音乐的都会知道 比如说 如果你要 欢乐的话 你一般选择大调 对不对 如果你悲哀的话 我们选择小调 是不是 那么小调跟大调呢 就是这个 7声 7个调式当中的一个 其中的两个 那么 中国呢 也讲了 中国生成的一个叫 管制地缘片 就是 他讲 这些 这些 这些调式呢 也许如不同色彩 它是 梵听子 如 什么 如绝而 而派 那样 梵听女 如 马铭在雨 梵听宫 如 牛铭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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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 这个 这个 五个调式呢 已经有丰富的表现了 因为这个调式 听起来就像 马在那边 在影帝上奔跑了 对不对 你翻听另外一个调式 它就有另外一个色彩 所以当时的 那个时候呢 是用这些 调式的变化 就选择小调式的变化 所以当时的那些 patella tuning啊 纯音乐的这些tuning啊 都ok 因为这个系列是连续的 然后之间的误差 它没那么大 而且你听惯了你 就好了 就van 但是呢 但是呢 到了所谓 160年以后呢 就是所谓的 Baroque时期呢 大家觉得音乐呢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 他觉得这个好像 就是用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用别的方法 那么就是大家 这个学 学英语的话 都知道 这么一个 12音的 这么一个 鲑鱼 C呢 就是一个 一个生号也没有了 极大调呢 就是有一个生号 一大调呢 就是有两个生号 就是这样 这样循环过去 对不对 一部语 这么12个音 那么这些调式呢 就是说 多数是有公 西方呢 松子呢 就用了其中五个音乐 那个西方就用了七个 就是他的调式也有七个 那么这是一个循环 你到了 最后到了 B flat到F F又是五个 又到C了 那么当时在 就巴洛克以后的音乐呢 它就出现了 从一个调 转到另外一个调 就换句话说呢 它就是 从我的理解 就是说 它先是从 有其中七个音乐 是连续的 然后呢 就出现了音乐 就不连续了 那么 这个微小的差别呢 就影响了音与音之间的关系 你原来觉得这个调 在C大调 这个纯齿度是好的呀 听到很好的 你突然转到了 B flat major F跟B flat 就不是这个关系了 就不是一个纯组 不是大家听了 数字的这个纯组 都不平均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当时呢 就是 那么下面一个图 就可以看出呢 就是照 这个调节 调节呢 就是 F等于E sharp 所以它就会有一些差别 C呢 就应该等于B sharp 这个音乐 就应该懂 对不对 所以它就会有 这么一点的差别 那么这一点的差别呢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听觉好的 尤其搞旋语的 都非常好 就是 就是 上次Aros就跟我讲 哎呀 你下次要跟那个乐队人讲 要认真的调音啊 我说 这受不了 就是他们一调好 他们就开始拉了调音 就是 乐队在演奏之间 都要 手细都会上来 第一件事情 手细上来 要调音 对不对 那么我们乐队呢 比较年轻 都是一些 学生刚刚才 都不太注意的 就是说可能 以前上课的时候 都是老师帮你调 他们自己 不调 那么一不调以后啊 就麻烦就大了 整个就觉得不舒服 这个差别并不是很大 并不是说这个人 相差一个四分之一音 相差一个半音 不是 相差那么一点 相差这么一点 就不舒服 所以当音乐 从 调式音乐 反正在调性音乐的话 就出现了这个不舒服 那不舒服怎么办呢 就解决 那么 就是所谓的 平均率 把它都调平均率就算了 那么 西方呢 就叫 Equotemperament 对吧 十二平均率 那么 据说呢 这个十二平均率 是中国人是 天方的 那么 这个就是一个 好像明朝的一个王子 对不对 朱宰玉 朱宰玉 对不对 他发明的就是 那么 那么 就查一下他的一些历史 就是说 他的历史呢 好像 他的父亲也是个 国王的兄弟 对不对 但是呢 好像 他觉得当时的国王 好像 好像 没什么文化 不搞 文化 好像 不欣赏 对不对 对不对 皇帝 不能有点反对 一反对就麻烦 就是说 被逐出皇宫了 就是 到一个天院里面 而且钱都不有 就是钱都不有 好像 还是当地的那个 那个领导 那个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给了他们一些 给了他们一些地 然后他们就种那些地呢 为生了 那么 朱宰玉呢 就是他的儿子 在那段时候呢 没事干的 他说 很有研究 他写了很多很多文章 那么 其中呢 就是把这个音律呢 调成了一个平均律 那么 我们现在的 钢琴 现在所有的乐器呢 都是很好的 那么 如果是我们的乐器当中 有钢琴的 那么现在钢琴 还是音的 弦业都根据他的 对不对 如果没有的 那种好办 那种叫Obo 他和Obo大概也是 比较不太容易 他吹音音说 你才 你了 所以呢 这就是当时的那个 那么西方呢 好像我查了 就是有些书上 讲这个人 有些书上讲那个人 有些书上讲 都不知道是哪一个人 就是 还可以可以两三四个人 都可以追溯到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但是这个结果就是不一样 西方呢 他才忘了 中国呢 不过不才忘了 那么下面一个图呢 就是我看到就是 中彩玉 他用什么东西来图 这是一个大的算盘 这是他的算盘 有没有人用过这个算盘 对不对 就是像计算机讲 就是很准确的 那么估计呢 他就是 就是算得非常精细以后呢 就发现了这么一个规律 他就是 就是 就是 这个 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 他的律 就是平均律 那么如果我们看前面一个图 那个平均律 他算出来 你看这么好像有 二十位三十位的数字 我跟他的算盘是一致的 所以他这么算了以后呢 就跟所列出来的十二平均律呢 就跟所列出来的十二平均律呢 就是一模一样 那么就是十二平均律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么来的 那么就说呢 那么据说呢 还挖出他 就是还找到他那个琴 听听听听 这琴是大师 怎么样 这是这个琴是什么 这叫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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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么好像琴那中有什么白点是什么 他这个灰灰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 用纯粒来做的翻译 翻译 对不对 那么 他这边讲呢 就是这个朱宅玉呢 他自己还做了自己的一个琴 这个琴呢 是根据他的因缘 所以呢 很可能这些点呢 跟我们现在的 用纯粒的那个点 不会是它有一些相差的 对吗 对 对 一会是相差的 那麽這樣才那個聲明 他做的是他的領域領域領域 但是呢 他的 這兩個發明呢 雖然是中國這個發明的 而且據說是那些傳教士 李德恆又所說的歐洲學 反正是歐洲道教他自己發明 還是通過這個呢也不清楚 但是無論如何其實一點是清楚 大家都有 是塞爾平就有 但是在中國呢 還是沒有 據記載呢就是清代的乾隆皇帝呢 還把他罵到 罵得多血噴頭 而且呢好像還組織了 一批人一批學者 專門寫了一些文章 來批判他 批判他 那什麼什麼不好 不僅不用還 就是講的很厲害 講的什麼什麼不好 所以呢就是 結果不同呢 有幾個原因呢可能是一個制度不一樣 對不對 西方呢就是 那些皇帝不管是誰 你把電話談好了 你把電話聽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你什麼調子 你的事情 我只要不聽就可以了 他不來管你 那麼中國的皇帝呢 這個綠子 是一個嚴重問題 這個我定才行 我不是說OK 你不能弄 對不對 很可能是這樣 對 那麼第二點呢 就是實用性 中國還是調情音樂 他還沒到那個地步 跟在上音樂 我覺得還沒到這個地步 但是西方英語已經是 他寫了兩本的 Vero Tempo Klaviy 那個方琴老師 不知道 對不對 那個書 都是12個音都有 否則的話 他只能彈一部分 所以呢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那麼總結 所以不管是什麼綠 或者是音樂方面來講 那就是 從我們的 就是天文學家的 根據天象 來看的這個音律 中國的文化 中國的歷史 來發現這些音律 那麼我們現在是實踐 比如說運用的 然後根據考古所印證的 那麼這些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字的 就是 就是 聖經上記載的那個 兩個樂器 在那個 長叉的五根當中 就挖出這兩個 沒有挖出這三個 對不對 那麼講這12音律 他就挖出綠笛了 也沒有挖出另外一個 12 8音律的 對不對 都沒有 或者13個笛笛 所以這都是 這都不是巧合 都不是巧合 就是這麼回事 音樂就是這麼回事 這必須要這麼做 這麼做 那麼 那麼這些呢 就是 不管是音樂也好 音階也好 和聲也好 它都設計了一些數字 都是設計了一些數字 都是設計了一些數字 那麼我就看了就是 我就 數學是一蹺不通 就說 我們就查了那個數呢 那麼數字呢 就好像數學呢 也是一種科學 它也是研究 各方面 包括 包括 咒啊 就是 物理啊 化學啊 音樂啊 尾數啊 所有的東西都跟數字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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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是 它也是 很多呢 尤其是物理上的 那個 科學上的東西呢 都是要通過數學來證明 這個理論是對的 它就要數學證明 如果數學出現偏差的話 也就是不對了 所以呢 就是 就是 很多書上呢 就是 對這個數字呢 對不同的名字 不同的學科 不同的行業 這些數字呢 它都是 就是 非常 非常有用 非常重要的 非常關鍵的東西 那麼 這個數字呢 也有 它的含義 通過這個數字 也表達它的含義 就是 所以我們就看了一些文章呢 那麼 其實有一個篇文章 叫 數字的象徵 就說到 數字象徵意味其農 數字可以看到崇拜啊 什麼神力的 對不對 宗教傳說啊 那麼 在聖經中也講到這個數字 就是 一些特別的語意 就是 中國傳說中 也是這樣 就是說 就是通過數字呢 可以來 觀察到 它的 其事物的一些本項 我們這邊 說 數字架 這個 骨牧師 這個 舉的例子 是不是對的 那麼 它這邊呢 就是 我就查了這三個數字 三 那麼在 就是 Pythagoras的觀點來說呢 三是一個和諧的選擇 亞歷斯多德呢 三是代表完整 因為 三既有首 又有中部 又有五 所以 就是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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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在 談戀地講到呢 就暗示到 一個 一種中心元素 宗教傳統當中 三位一體 就是 三位一體 就是 上帝三位一體的真神 就是 聖父聖子聖明 就是 三是在 在 在各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物理 就是在哲學家的眼睛 王當中是一個完整 在 就聖經當中 在宗教當中呢 也是認為 非常重要的 那麼 所以出現了 就是以色列的一年 有三次朝見上帝 九月是埋葬 埋葬後的三日 就是 祝福聖天 他都選 這三 所以三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他的重要性 不光是 人們相信 就是 科觀的事實就是這樣 聖靈的還是到這個傳統 聖靈上還是講到 清靈的事實 就是 耶穌埋葬三天福 不是兩天 也不是四天 那麼 一講到七的數字 七這個數字 不但神是神秘 那七是 你講的就是 其實不是 從聖經上講 就是 它那個 是宇宙精神世界 僅序有序的象徵 還代表 自然界 輪回更替的 更替的完整 同意 那麼 在 中東古代文明當中呢 七世紀三之後的 一個最神聖的數字 就是 就是 這是普通的 就是 不是 不是 基督徒 就是 認為 那麼 基督教認為呢 上帝創造的萬物 是七天完整的 所以呢 一週要分七天 就是 七天之分 就是說 那麼 什麼 還有什麼 祖導文呢 有七個部分 聖馬列 七個關 反正七是 你可以列舉 一大堆一大堆 是七 那麼 他也講的 七呢 是聖經中 出現最多的數字 那麼 一講 十二 那麼十二是 善心術 古代天文學 立法中 所謂 最基本的數字 特別是在 基督教的 十二獲得重要的地位 十二還代表了宇宙的組織 天向區域 以及時間的周期 所以我們這個音呢 就跟這個十二來著 就算 因為它就是 它是天的運行的周期 那麼 在中國也是這樣 那就是 那這裡講的十二 就是中國呢 除了那個 男年生的 還有生肖 對不對 數什麼 數什麼 也是十二生肖 其實 中國選的這個呢 也是 也是跟他們的信仰 就是 任何人有關係 就知道 那麼在聖經當中呢 也講了很多 那麼在聖經當中呢 也講了很多 雅各一個 十二個兒子 以色列 十二個部落 基督有十二個門徒 生命之數 接著十二個伙子 有十二帥門呢 就是說 就是 反正 有大量大量的數字呢 都是跟十二有 就是兩個 十二十四 然後是 唱新歌的人 是 十四萬四千 那因為它是 十二十四十二 就是一千 這個數字 它是根據這個數字 所以呢 就是 我們通過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和數字 所表 就是我們所講的 就表現了一個數字 反過來 我們從數字裡 可以追溯到 就是 就是我們所講的 音樂的能力 音樂的率 都是一致的 無論是 音樂當中 音律 十二個音律 音階 七聲音階 或者五聲音階 和聲是三 三和弦 那麼在 在西方的發聲當中 你不管是 五度相聲法 或者是 三分水業法 都是一樣的 它都有很大 非常大的共同性 那麼 我們呢 跟這個 通過這個來 我們來再跟那個 所謂的那個 其實 就是 唯有主義的觀點 是 勞動產生的 完全 不一樣 音樂不是說先哼哼哼 沒有音高的 只是哼哼哼哼 我們就 定了音高吧 有兩個音高 然後呢 三個兩個音 然後變成四個音 三個兩個 六個音 最後大家 開一個國際會議 還是三個音吧 什麼回事 就是 那麼另外呢 我也就是 就是 查了一下 就是 出勞動來的 那個音樂 它是 這些音樂是怎麼發展到 真正成為一個音樂 那麼就是 有一個就是 就是 在中國的傳說 就是講 講講講 這個當中呢 就是 一個叫 蛋哥 那麼這個呢 據說是 中國最早的 最早最早的 一個就是 所謂勞動產 就是 勞動產 有兩個字 兩個字 兩個字 一字 斷足 敘足 非 捉肉 捉肉 那麼 就這四個 就是說 那麼 他講的是 這是最多 那麼 當時 是 那一次出現這個形式 然後我在自己查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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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蛋哥 出現音樂形式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 就是 有一個就是 有一個表演過 叫 王以泰 那麼他是王以泰 常識 什麼東西 就是 那個 當作劇 這個王以泰 是什麼樣的人呢 他是得過很多獎 但是他是 1995年出生 1995年出生 那麼 就 換句話說 這個 蛋哥 從最早 走文件的記者 到變成真正 我們的成本 音樂的話 就共幾千年 好 這個我不同意 不是 怎樣 因為 當初 我們中國 是沒有進步的 這種體系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他當初是怎麼去唱 那個斷足 虛足 黑土中肉 但是他一定是有旋律的 不是說 我們在幾千年前 有了這個詞 而到了幾千年以後 我們才有了這個樂曲 這點 好的 那麼我們就看了 我們就看一下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形成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問題 就是 所有這些民歌 它都有一個 如果你是記載的話 它有一個現象 有幾個現象 其中一個現象 就是 都是有人去採集的 都是有人去採集的 那麼 中國很早就定了 就是那個樂曲 就是這樣 就是 這些調音樂的人 無光在空庭的演奏 也還到民間去採集去音樂 他們採集了以後 就必須要整理 對不對 就必須要整理 那麼別人才知道是什麼樣的音樂 那麼換句話說 他們的整理 就是 就是一個加工 一個過程 那麼我就查了一下 這邊 就是 這邊 我就講一下 就是 貝多芬 大家知道 貝多芬 他有創作過多少作品 哪一輪 那麼 這些大概是 130极 歐布是130极 但是在一五年 這場研究 它有很多版本 有些 component 它創作過700多傳 所以 很多 WOO的NUMBER可以有700多首 很多作品在他在世的時候 先整理的都不知道 後來發現 另外一個發現好像是有800多首 所以在WOO系統當中 他發現他曾經整理過 幾百首民歌 不是說什麼十首二十首 大概是有幾百首 這邊我應該記在 那麼他那個WOO的有很多數字 尤其是二十三首二十四首什麼 愛爾蘭民歌 也就是民歌 那麼他為什麼會做這個事情呢 就是當時呢有很多人到下面去採集的 到下面去採集的 採集以後呢 就是根據他們 但是你必須要通過真正的音樂家 才能夠覺得 才能夠判斷這是不是好 該怎麼樣 他們不找貝多芬 那貝多芬呢 就把他們整理了 而且整理了以後就寫成古詞 有些變成樂器演奏 就是我們現在所接觸的 所謂的民歌 所謂的民間音樂 所以他的音樂形式出現 都是經過不同的 而且呢 就是很多的還有爭議的 就是有一篇 有些中國的一些民歌呢 講是磨磨磨磨磨磨 在出版的書上是講磨磨磨磨 另外就寫文章 No it's not that 我父親在什麼時候 我父父在什麼時候 就去採集了 他已經弄下來了 就是說民歌 從他初始的時候 到最後形成的音樂的形式呢 一定有這麼一個過程 包括貝多芬 就說 大家不相信的就可以查他的 比如說 據我計算呢 喜馬雲 唱零二 就是超過他的所謂的 所以他就有七百首 這是第一點 就是民歌的變聲音樂形式 不光是王毅唱歌 從1995年來 或是以前的 西方的民歌也是這樣的 你知道這就是民歌 你看到普世上是民歌 肯定是貝多芬 或者是其他人做過 他做過手腳 對不對 才形成一個音樂 他經過兩個過程 一個採集的人 他都變成音樂化了 作曲家 進一步的音樂化 所以我們所知道的民歌 有帶有音樂系的民歌 並不是說 是這樣 他就自然去採集了這些 他有這麼一個過程 那麼另外呢 就是 就講 也查了那個 就所謂的 就中國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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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去採集 所以他在採集的時候呢 也把那些文化的音樂化 帶給了當地 所以他這個 所謂民歌變成的 從勞動產生的民歌 到那個呢 實際上這個過程是一個 相互的 並不是單向的這個 是一個音樂 這是一點 那麼第二點 不同類型的民歌 他互相沒有那個 有些是情歌 他們講 就是有些歌音樂的 他就八個類型當中講過 那麼有些是勞動 真的 有些是因為男女要交 要交流愛情 真的 所有的情歌 他不是互相交通的 就是 勞動的 只會去支持勞動 勞動哈士 他不會變 最後轉變成情歌 不會 情歌 他永遠還是情歌 他不會變成勞動哈士 所以 所以說 他這個就是 都是單向 不是那個 就是好像 都是同源的 不是這樣 所以呢 就是關於這個呢 就是 我的感覺呢 就是 所謂的 是勞動所創造的呢 不是 一種看法 但是呢 它有很多的局限性 所以它真正的 變成音樂呢 因為音和音樂 還是兩堆事情 它形成音樂 還有這麼一個過程 並不是單純的勞動 並不是單純的勞動 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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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繼續 我保留我的態度 保留我的態度 保留我的態度 這個就是我解釋一下 那麼大家看看我發的那個 給大家的那個圖 就是說 那麼這個就是大致上 解釋的這個 音樂的那個發展的那個儲蓄 那麼最上面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呢 那中國的 根據十二綠 本來發現 十二綠 三分數一化 一次十二綠 那麼 Pathagoras呢 根據天氣的運行 那裡也發現 十二綠 各自都是一支 它們的來源 是不一樣的 那麼我們從 這個十二綠呢 那個綠呢 在鋼琴上 就是在樂譜上 就這麼形式 在鋼琴上呢 很簡單 七個白天就是七聲音階 五個黑天就是黑 就是火神音階 就是不用動腦聲呢 也可以彈出來 對不對 那麼就是 那麼我們人類 所對音樂的記載呢 中國呢 比較早 就是秦漢時期就開始 越火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對不起 楊老師我差一句 其實更早 在 我們都知道 詩經是古代的詩歌組織 尤雅宋 但是在詩經以前 是易經 易經裡面有很多記載的 我們的 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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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後五百年 還是後七百年 還是後一千年 現在有個綠以後 大家會使用嗎 對呀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是綠才是 就是我們所有的音樂 就是從漢代也好 一直到今天 西方音樂 從Many Evil到今天 都是用這個十二綠的 就是沒有出現過十三綠 十四綠的什麼的一個音樂 還是十二綠 那麼他就說 這個音樂不是先有實踐 後有綠 是先有綠 後有實踐 大家都遵照這個綠的實踐 那民間如果沒有得到這個綠的話 它可能形成的就是 還沒有形成音樂的形式 那麼要通過音樂加工以後 變成真正的音樂 對不對 那麼 無論是西方音樂 中國音樂 都是先有綠 先有綠 然後才有音樂的實踐 那不像人樂的產品 就是說我們現在車子都很多自動了 那麼最早的形式不可能是這樣 就說 對不對 不可能是這樣 就說 所以就是 人類呢 就是從簡單到繁 那麼 就十二綠 這跟您 您剛才說的從簡單到繁 跟您說的 先有綠 最有音樂 是不符合的 對啊 先有綠 十二綠 這是最繁的一個 最難的一個 那這不是從 先從簡單 您說的是從 您今天一直灌輸給我們的理念 就是 先有這個非常複雜的十二平均率 然後音樂 再從一點一點 從簡單往前走 沒有 沒有 沒有從簡單的一切 可是您剛才就是這麼說的呀 就是 我說這麼說 我不是說這麼說 我說音樂是從不同的風格 從轉一個風格轉到一個風格 我從來沒有說從簡單到繁 只是唯物主義者認為 音樂從簡單到繁 先從恩哈 恩哈開始 然後到了勞動耗子 對不起 我真忍不住 楊老師 您想想想想 就像您剛才說的西方宗教音樂的發展 我們通常認為 西方經典音樂 古典音樂 是從宗教的音樂開始 好 我們宗教音樂 是不是從單聲部 到雙聲部 到三聲部 四聲部 五聲部 多聲部 它是不是一個從簡到繁的過程 那單聲部 就是你哪怕現在 在教音樂當中 它也有單聲部的東西 一定有 對不對 是 那麼 並不是說 你怎麼用單聲部 你這麼簡單 你這個人太差了 你別寫的時候 沒什麼回事 可是在歷史的發展上 它有單聲部的時候 它並沒有有什麼多聲部這些東西 單聲部 多聲部 只是一個風格不同而已 那麼在單聲部的時候 已經是七聲音界 不是二聲音界 也不是一聲音界 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從音樂形態來講 從男音程度上來講 對 不對 就是 咱倆別針 咱問一下大家 不是 就是我給你講 真的很好 對 我真的很好 對 就是這樣 那麼 R.O.C. 時期 出現了音樂 改變了音樂風格 並不是因為Renaissance太景 當然 我要做一個複雜的 不是這樣 只是風格不同 Classical 他的風格跟Balt不一樣 並不是說 哇 你這個人太差了嘛 寫不出好音樂了 我來寫一個好的音樂 我來寫一個好的音樂 我來寫一個好音樂 我來寫一個好音樂 不是我 拔河到今天 才是最穩當的音樂 他並不是因為 他是幾百年以前的 在classical Romantic的音樂 帶起了classical音樂 他並不是說 哎呦 貝德芬 你太差了 對不對 我寫了一回事 所以 我們現在演奏 如果你要演奏Renaissance的作品 並不是把Renaissance改變成了現在的形式 還是要每一個音都要一樣的一起做 沒有人否定說Renaissance 像他們沒法聽了 太差了就說 沒有一個人會這麼說 我們在演奏Met Evil的中世紀的音樂 還得要照他的原來的音樂 在中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時期叫Arts Lord 叫星域什麼事 你找他那個音樂 比現在二十世紀的音樂 還有輔沙 和聲 還要輔沙 是不是 所以這音樂並非從簡直到封 只是不同風格 我同意你說的巴洛克時期也好 浪漫主義時期也好 古典主義時期也好 大家風格上的不同 但是 我說的是 我說的是中世紀咱們音樂的起源 這個教堂音樂 是不是從單身部到多生部 對 這是從單身部的多生部 是不是從簡單到複雜 單身部到多生部 是還是不是 不是 為什麼不是呢 單身部到多生部 不是根據音樂 在越來越上沒有區別 沒有區別 但從音樂形態上來講 從音樂形態上來講 並不是更簡單的 現在二十世紀的音樂 有些部分也用單身部 因為單身部產生了一個色彩 是多生部所沒有 多生部產生的色彩 在單身部當中也聽不見 所以我寫的作品 二十世紀寫的作品 某些段就是單身部 但是其實 貝多芬寫的第九九九條號約 有名嘛 第九九條號約是不是有名 是不是好作品 當然 有很多單身部 你不能指責貝多芬 你又來了 那麼簡單的東西 你是作曲家呀 你何必寫這個呢 已經有多生部了 何必還寫單身部呢 因爲它不能代替 多生物不能代替單生物的效果 假如我們回到樂福本身 我們在多個大部分是樂家 我們知道五仙土的發展 一開始它又不是有空心的 有實心的 有帶尾巴的 一個尾巴的 兩個尾巴的 對不對 對 它一開始也是可能 它沒有五條線 可能一條線上有線 然後再五條線 然後沒尾巴 然後有尾巴 是不是也是一個簡單到複雜的過程 一條線也是七身陰界 兩條線也是七身陰界 三條線也是從陰界上沒有差別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跟你講的一模一樣 當時是單生物的 我們這邊有一個聲樂家 你可以插幾個八度 說 比吧 三個八度 插幾個 兩個八度 我的理解是你們說的兩件事 但是它開始一直講的說 所謂的簡單說是這個 就是說 我們說這個律 就是這個今晚分中十二 七 三 這一開始就定了 就是天文學家 那些 他們說 製作這個 他們就發現了 這也是所謂的律 你說的這個簡單到繁瑣 是硬硬的 方法 一開始啊 這個老公號的 它沒有記下來 它不能記 那 神話沒到這一步 它們記不到這個音 可能是一些 像結成啊 集科的 然後把人一起的 到最後那是紀律法 但這個對 一開始 就是十二 一直運用到現在 是不是 可以這樣 您說的是對的 您說的是對的 音樂的起源不僅僅是 對 那就是 它會有一種的 起源實際 先有律 先有律 先有律才有音樂 它不是先有音樂 都有律 因為在這個 我還是不能這樣 那麼在皇帝之前 在毕大哥拉斯之前 毕大哥拉斯 皇帝就是 中國的文言 其實最少一個人了 就是說 那不是最早的人 那不是最早的人 就是最早的了 就是說 你又記載著 是最早的了 再給它再早 沒有了 我覺得就是 我還是保留我那邊 你可以保留一句關鍵 那麼另外我還要講一點 就是剛剛聲樂 它總是有人聲的 它的音樂是最早的 跟所有的音樂記者 人聲是最早的 當時有單身部 一條前兩個聲音就夠了 對不對 因為真正的合唱的話 大家都唱 大家都唱同一聲音 因為我們有 人聲有四個聲音樂 因為 你唱得高 我唱得低 大家都要唱一樣的話 這個音區更窄 就可能只有一個八度 多一點 大家可以共享 所以 所以線少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它可以記 完全可以記 這麼多音了 一個八度的音 都可以記了 然後從單身部 變很多身部 就不一樣了 總共的聲樂 它可以有四個八度 五個八度 對不對 一根線兩個線就不夠了 高音譜號也不夠了 還有低音譜 是不是 那麼 這個記譜 就是根據音樂的實踐 來調整 就像音律 也根據音樂的實踐 人家通過不同 它必須要調整 所以記譜法也是這樣 那麼 這個呢 就是 所有的記譜法 都是為當時的音樂 形象 形式 而服務 當你夠了 還不夠 當你不夠 就有發展 所以現在的五線波 剛好沒有五線波 大家實際上還是不夠 還是不夠 對不對 你說最低音 最高音 要畫很多線 彈鋼琴的還是鼠關 到底是呢 和音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現在只有這個 就大家想 一個小八度就算了 寫個低八度就算了 對不對 也可以拉的 所以 這個呢 就是我所講的音樂 從中古調是那個 它實際上 從歷史上 這麼多歷史上的變化來看 就是你從單一個單一的現象來看 就是很容易就很明顯就看到 是音樂豐富的變化 而不是一步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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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間 那麼 另外呢 從音樂的發生 發明來說呢 一開始就是十二音樂 你不管你一個生物也是十二個音樂 你多生物也是十二個音樂 沒有差別在你 你知道嗎 它的發明就是十二音樂 十二音樂就包括這麼多東西 所以就是這個 我剛剛講的就是 另外呢 就是 現在就是講的就是 在歷史當中呢 就是這些 這些搞科學的人呢 就是 怎麼來看待 這個到底 這個音樂呢 到底是 是什麼 什麼來的 那麼 就是我 我就找到幾個 什麼一個 愛因斯坦 還有 還有 還有中國的 楊振林 對不對 還有 文學呢 就是 就是 中國的 蘇東坡 那麼 他們呢 就是在他們的 共同的 一個特點 就是說 在他們年輕的時候 都不相信 都不相信 這個音樂是 就是 這個世界是 一個創造的 包括 它這個定律當中 我現在不是搞數學 它定律當中呢 好像 它一個非常有名的 定律當中的部分 它認為的世界 它所有的東西都是變化 都是一個變數 但後來它發現呢 就是 宇宙是不變 然後在它的公式上呢 加了一個宇宙常數 就是這個數字是不變的 就是這個 那麼 他們都認為 就是說 到後期的原因 都認為 這個世界上的一切 公理上的所標 現在一切 在他們認為呢 是一個造主 就是 它不是偶然產生的 它都是 就是 跟兄弟統一的規律來 來創造 那麼這些呢 那麼就是 包括 那個 愛因斯坦的 一個談論 好像是 一個台灣的一個博士 叫 何浩洛 在 在跟他的 彩虹當中 問到 問他這個問題 那麼 我相信呢 他在問的時候呢 你肯定相信 對物理學家 那肯定是唯物屬於是 肯定不不相信 這個有色論 是不是 結果呢 結果呢 結果他說呢 就是 就是 他也講 就是 宇宙當中 物質 竟然有一條 都顯示了 顯示說 上帝的存在 他是這麼結論 這是愛因斯 這麼講 那麼 艾迪森 就是說也是這樣 那麼 楊正明也是的 也是台灣一個 採訪他 那麼 他也認為就是說 如果你所謂上 他就是 他認為 就是 這些 就是 他所研究的這些 現象呢 一定是有個造型 存在 那麼 他就這麼講了一點 如果你所謂的上帝 是一個人的形狀 那我想 沒有 如果 沒有一個 造型 就是 如果說 是沒有人的形象 這個造型 我想是有的 那麼他的根據呢 就是因為整個世界的 接口 不捨不得 這些不捨不得 力量這麼大 影響這麼大的東西 是哪裡來的 他是這麼認為 就是如果你是 那他這邊也講了 就是你可以隨便取個名字 假如這裡沒有一個人的形象 我會認為大家都會接受 假如要加一個人的形象 那是你的自己 就是說如果是沒有人的形象 這個造物族 就是真正的一個造物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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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應該有一個人的形象 他的認為就是這樣 但是他認為是有的 那麼在 那一段時候呢 我上學在補寫 就是蘇東坡的一些詞 包括他的《赤地鼓》 你能發現他在《赤地鼓》當中 就是寫到一點呢 就是他也是講 有的造物族 那這邊是 就是 和天界之各有其物 與我 唯一毫之 用之不解 取之不盡 是造物者之無窮常理 而無與之之所共識 所以他也講不造物族 因為當時他被扁到一個什麼 一個什麼地方 就是他去看那個 那個《赤地》 的時候他就 就是他一個感想 他把這個感想 寫在他的《赤地鼓》上 或者是有的造物族 他也這麼認為 那麼 就換句話說 這些人 不是我們普通的人 對不對 他都是很有研究的 在他的學科當中 都是頂峰造極人 就是這個 他們在那麼多的研究當中 他們得出了這麼一個結論 他們也不是為了共識 有一個人 或者是怎麼樣 他確實是這麼想 我們看看 下面就是這個圖 那麼就是 那麼就是 我就查了 就是那個 所謂的造物 是造物的 那麼 那麼在中國的傳說當中呢 就是 最後總部 出現的就是 是玉皇大帝 是掌摩天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 那麼 在聖經上所查的呢 就是 是耶和華的具體 那麼我就是查了 然後就 在服務上 鋒皮打下去 玉皇大帝呢 所有的都是人的形象 不光是從美術角度來看 畫 畫的 或者是 但是你查耶和華的話 查不出一個人的形象 因為在聖經上也可能講到 看 覺得神耶和華在那個地方 但是他從火 在火當中也沒有 什麼時候也沒有 就看不見了 那麼 也就是這個 就是聖經上也講 那玉皇 你 我是神 你不能夠看見 但是 以前 這是很大的差別 那麼 那麼我再進一步 查了玉皇大帝 就說 這是怎麼來的 就說 那麼有一個傳說呢 就是講 是江子牙 不是 江子牙 就是 天師 就是 當時 要為這個 天地 也要找一個君子 就是 那麼他當時 據說講 他是想自己做的 那麼他就是這樣 那麼他就是問大家 就說 這個位置自然有人做嗎 這個位置自然有人做嗎 結果一個人 就是一個小孩 就是很小生 就是 就是我了 他怎麼會講呢 就是 比如說我 屬於姓張 比如說 對吧 就是 那麼就是 他那個名字呢 就是 他的號呢 就是 一個是 一個是 就是 就是這個名字 你講的就是我 所以呢 就是 這麼來的 就是說 他就說 他就說 那張有人的一句話 是 因為他你講是自然有人嘛 那麼就是我 我就是這個名字 我的名字叫自然 我的號就是 有人 所以你講的這個神就是我 就是這個 那麼這個 那麼這個 所謂的一花大帝就是上癮 那 那 這是中國的傳說 這時候有記者 對不對 那麼 那麼 還有對於花大帝的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產術呢 不是人的想法 比如 西子上說怎麼樣 生了幾個呢 有跟這個人打 有那個人打 那麼 這就是 這上面就是 聽說 我聽到的西游記 對不對 還打不過 還打不過猴子 而且 那些呢 還是一些行為都很 比較差的 那麼 這是 關於那個的記者 所以 在聖經上記載 一句話的時候呢 就是 開始講的 他是創造的 書冠物 第一章 就是開始講 然後呢 所謂提到他的時候呢 經常就是看到 就是 人家看不到 因為他講 他是神 看得 不能看到 你看到 我就 不對了 所以呢 就是 有這個差別 所以 我想 他們所指的 就是 楊成寧所指的 那個創造的 那肯定不是 欲望大帝 對不對 我就是一個 看不見的一個想像 就是 那麼 還有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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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問題呢 就是 講到就是 音樂呢 就是 音樂呢 怎麼來的就是 就是 我剛剛開始也講 那個叫 就是 音樂來自上帝 在創造天地的一刻 就是 上帝把音樂 治 他是 聖明證明 就是 我們從我們這些發現來看呢 也 也只能證實這一點 一個 音樂 開始 它包括了所有的東西 那麼 就是 通過 你們 用 幾十被子 你隨便怎麼用 都用不完的 我就查了 就是說 音樂部分到底有多少 只是 有一個 有一個文章就行了 根據 2020年 2020年 現在 這三年 訂閱到 古蹟就是 他统计就是那一年写的歌曲有2200万声 就是说像我们写的音乐歌都不在那里之内 有2200万声 至少是这个数字 他的原话就是全球一年新增的歌曲数 远远大于2200万 那如果说在我们的音乐会 比如说很少人最少值得100个人 如果100个人听你的音乐的话 就是22亿人 全球就22亿人一年当中来听音乐 所以这个音乐其实是非常幻坏的 非常幻坏的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音乐它是一个宇宙文化 又是从音乐先以12亿人然后先以大家的实践 因为这么多年的实践从来没有把音乐的这个源泉又认 那么是人创造的话一定是一个 一定有一个局限性 那么就是要不断地打破这个局限性才起来今天的风格 但是音乐其实是什么回事 从人类游的时候最初的那天 应该已经游了 但是这个我们还是在用它这个城市 那么我们再看看人类的一些文明 我们就查了人类到底有多少国家 就是说就是199年呢大概也是有这么多 世界上有五千六百五十一种影片 都不同的 那么而且呢人类的文明 有时候好有时候好有时候好有时候打仗 有时候毁灭有时候创造 就是这么一个 但是在音乐上从来没打价 没打价 你现在演奏 别人跟着说觉得很没问题 大家也都能听啊 也都能听啊 对不对 我们还进一步看呢 就是说就是 就是由中国呢也有几个学生 来研究这个所谓的就是音乐的那个 这个音律是怎么来的 就是说 有一个就是 一个叫蔡松奇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叫 带念主 对不对 都是 那么他们都是都有这些研究 在他们的研究当中呢 我们就看到一些更多的一些细节 就是更多的一些细节 就是实际上呢 在就是在宇宙当中啊 在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呢 这些形象都存在 都存在 那么在这个带念主的那个研究当中呢 它包括了 它发现在医学上 在其他学上 医学上 它完全就是 很多都跟音乐的故运是一样的 那么 而且又 在他讲的上中 又是对 就是医学 医生呢 又发现了 儿童在他出生的时候 他就完全接受音乐的努力了 那么最早的形式就是 摇篮曲 对吧 因为我记得我这个就是我孙女 就是 所以就说 他一到睡觉 他就 就 就 睡着 一定要跟他唱 摇篮曲 如果我唱的就是 Bruns 他回来的也是 唱的是Bruns 那么 他就是在音乐的研究当中 他就在这个医学的研究当中 他就发现了 儿童在他出生以后 他接受音乐的努力 就成了一样 这就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学医院 像我都把这个学生事情 加了起来 吃了一点点 对不对 可能还不止了 就知道 其实还是 起一批席 还是一批席 但是孩子 一生下来 他都懂音乐了 他不需要去 学习 但是我小孙子也跟他 他就教他数字 教到半天 有时候 一二三四个人 人家跳路过一个 他开始也不在意 后来就说 你跳过 你跳过什么 他就知道 有跳过半天 但是音乐 都不会听 那就说明一点 如果说 你认为 人和上帝创造一切都 包括人的话 他在创造人的时候 你把这个能力给他 他在那个听 他在那个接受 就是另外一点 他必须要创造音乐的 音乐的创造 人的创造 这也一次才行 你第一次都要他 他也听不懂 也有一个 那就是 这逻辑上你是讲的 谁在? 我已经上了 我已经上了 但大家不累 他就休息 我已经不讲了 你讲完 基本上讲完了 要不要再加个五分钟就算了 可以吗 大家 好 不好意思 打上去 那么还有一个 上次你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音乐的节奏 节奏怎么来的 那么音乐的节奏呢 我查一下 实际上是跟诗歌的节奏一样 那么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呢 我们所谓的音乐的节奏就是长音跟短音 那么就是所谓的rhythmic mode 它又分成几种 长短短长短短长长长长短短短长长长长 就是这样的 几个类子 我就查它怎么来的 是不是它都是以三维 三维中心三分的 我想是不是 因为那个时候是宗教音乐啊 我把那些信仰的那些东西都放进来 对不对 结果不是的 结果这些呢 中世纪的那个音乐呢 是用个罗马就有的 所以它那个时候叫tempers the perfect tempers the perfect tempers the perfect 就是它都是三分的 就是在古诗后 罗马人念诗的时候 它就是这么一个 长短不剩第三来八分的 所谓一长一短就是 长就是二 短就是一 加这就是三 就是这个 长长就是三加三 那么这个可能是搞戏剧的人 而且它当时就是 我看到它就是 当时它在念这些诗的时候 它有步法了 它也要 这个步法也要根据它们的 所以当时的音乐呢 这个节奏呢 也是根据这个来的 不是这个三的那个 所谓的 perfect 的tempers呢 并不是说 三是因为是信仰 它把三作为是perfect 而是根据诗后 那么中国的诗也是 比较最常见的就是 七觉七律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对 对 那么七觉四日 其实肯定是 八觉九日 就是说 对不对 那么它们所选择的数字 也是根据它们的需要 是不是 那么这些需要呢 就是并没有 是因为是哪一种信仰 来 那么上次也讲就是 Hindermes 写过一个 一个作品叫 《和谐的宇宙》 那么它也是根据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当时的那个 就是 华格拉斯的后面 那个文章 就是它那个文章来写的 这个星期的和 它是三个乐章 那么它这个三个乐章 那么它就分成了三个 就是 西乐 人类音乐 和世界音乐 这三个乐章 那么这三个乐章 这三个乐章 它是根据 对于罗马哲学家的定规 那么还有一支 作品上 有关的《行星》 那么也是一个 一个西方作品 叫 Gaster Holt 它有七个乐章 跟其当时 发现了七个星层的乐章 所以 《星亚》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所以我耽误大家时间 就是说 美术 就是非常关键 美术我们看着有颜色 是不是 那么这个颜色呢 就是从太阳光出来的 美术呢 它有三个最基本的颜色 三个最基本的颜色 红 蓝 绿 当你把这三个颜色 绘绘了 它又变白色 非常奇妙 那么 这个美术呢 你通过一个三菱镜 把那个太阳光放进去的话 它又折射了七个颜色 七个颜色 那也不是八个颜色 也不是六个颜色 就七个颜色 然后呢 就是 那个牛顿呢 就是把这个颜色归略了 归略了以后呢 它发现这个颜色 应该分成十二个颜色 十二个色 这个颜色归 是一个循环的 这个颜色 或者是 那么我把 下面的颜色 哦 哦 就这样 如果我把这个颜色 和颜色的颜色 完全一致啊 没有一点差别 没有一点差别 十二个音 十二个色归 是完全是一次的 那么再往下面看看 那么 就照现在科学的研究 那个大自然的 也是一个循环性的 包括太阳 星球 都是一个循环性的 也是属于偶然吗 那说明就是 创造这些 它根据 不是根据 它的 根据它的规定 根据它的律 来创造 就是这么一点 还有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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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讲一点 就是 那么 关于宇宙创造就是 人格 最关键的 一个呢 就是 一种 一种讲的就是 上帝创造 一切 另外呢 一个创造就是 大爆炸 就叫 Big Bang 英文就是Big Bang 可是 你就创造的时候呢 就是 一世大爆炸当中 所谓的 出现 那么 从我们看来呢 就是 爆炸都是 都是 都是 无规律 手不快 你好好的东西 炸就完了 所以 如果我大爆炸 能够创造这么 性能的 无效的 就是 仅仅 循环 这么有 规律的宇宙循环 创造的音乐 创造作音乐 都是有规律的 那么 今天 炸弹是 应该是 最抢手的问题 你要什么东西炸一下 就完了 你房子不够炸一下 有事 实际上是不可能 是不是 爆炸是 不坏些 那么 但是呢 实际上我就是 就是查了这个 所谓的大爆炸 就是 因为现在我们 查不到 我只是 讲一下 实际上呢 就是大爆炸 是在1922年 先是一个 俄罗斯联的 一部歌曲学家 然后是1927年 一个比利时的 音乐学家提出来 所以他当时提出来的 并不是讲 他现在刚提出来的 就是 当时呢 那个宇宙呢 是高温就是 1000亿度 这样子呢 就造成了 膨胀 膨胀以后呢 就 就 产生这些星球 然后 星球冷却了 那就 用 那么 那么 这些就是 而 后面呢 又有很多 那些 证明了 这些 所以 当时所谓的大爆炸 并不是 只是 只是讲 这个 宇宙呢 就是形成的时候呢 是一个高温形成 就像爆炸一样 它的规模 它的形式就是爆炸 那么 也讲它一个顺序 就是先有这个以后呢 然后呢 这些星球才成 才形成的 那么爆炸以后 有这么大的东西呢 然后呢 才有压缩 这个压力呢 才把这些 压成这些 实际上 它 当时讲的病毒 所谓的 我们把它翻成 翻成大爆炸的病毒 是什么回事 它就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它跟 圣经师讲的 完全不矛盾 这些讲是 先有光 对不对 这是先有光 就是 上帝创造的 第一个事情是光 那么大家想 这个温度要一一度 就跟现在太阳一样 太阳就是热 所以我们现在 夏天就热了 就是光 所以当时 就是要有 不需要一亿度的时候 那么世界从黑暗 有光和暗 黑度 那么后来我估计就是 那些大爆炸啊 就是翻译上 英文也越讲大爆炸 就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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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 就是 没想到 蹦 那么从它的速度 这么大的宇宙 要这么 这么 这么短的时间 就像爆炸一样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 所谓的这个 只是 所谓的大爆炸这个理论呢 所以你就看它的原型的时候 它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个爆炸 现在 我如果 照现在理解的爆炸 就是 主要就是 不可能是见证 所以当时爆炸 它就认为 当时最初的一个现象 就是出现高温 但是呢 哪怕是这么一点 就是 诺贝尔脚 就是 哪怕发现这么一点 就是诺贝尔脚 所以 当人为非常有限的发现的时候 那么才 才知道 一点一点的知道 这个 这个造物者的文大 它是个创造的 就像那个 另外学的 那个 拆松奇说 人类 就是 他也是讲的 宇宙的那个 音乐 人类实际上是非常危险 就是它的认识非常有限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 就是我就是讲的 就是从我们的 看的 不论从美术上 应该是毫无关系的 音乐 不离 也好不关系的 数学也好不关系的 天文也好不关系的 都除了结论也是一样的 这个音乐也是来自于 也是来自于 物造物者 因为它 都是根据它的统一设计 造的这一切 所以它 有一个规范性 统一性 爆炸是一个偶然现象 偶然的形式 不可能产生 必然的 有规律的 都一致的 这是我的看法 就是 大家都可以对面 那么另外一点 就是 大家 很抱歉 今天呢 就是 因为就是 讲的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大家在提问一次 我们现在很正 下面还有点简单的 什么东西 对 我们帮大家讲的一点 小区 有什么问题 再来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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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 晚上讲到这个具备 主持人杨国士主持得非常好 谢谢 谢谢 二黑老师也讲得非常好 其实啊 今天这个活动是个学书 我随着可以跟淘寇 因为学书没有度 我提出一个讲法或者看法 你没有办法来播淘寇的话 你就要跟我播水走 刚刚从两位的表现当中来看 梁国士对岳父还有赞哥的问题 提出质疑 二黑没有给很详细的答复 可是呢 对于音乐自从简单走到复杂的方面 他提出了答辩 所以在总的来讲 二黑今天的这一套说法 是可以拿到博士学位的 你是不是拿音乐博士 你应该拿哲学博士 可是从另外一方面看 关于中国音乐的起源 杨国士主持人 诗经的确是中国音乐的一个源头 而诗经是孔子时代的成物 可是在老早之前已经存在 关关之旧 在河之旧 是后来收集 把它编成诗经的 其实有一个问题是在哪里 因为二黑讲的 他说音乐的源头是来自神 这个就牵涉到了西方学问的两个状态 一个创造的一个清华人 假如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清华人是对的 因为你假如是创造的话 当初亚当夏娃穿着衣服 我们今天是穿什么衣服 所以文化一定是清华人 西方最有名的基督徒 他们很一样 预测21世纪是中国人世纪 历史学教他们很一样 历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就是挑战的唯一 你能够通过挑战 你文化成长 你通过也就消灭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唯一的问题 引起争论是什么呢 今天在座大部分是大部分的朋友 你们是在无神论的观点 在马克思的劳动日里面成长的 你们很难接受啊 这个音乐是神那边来的 可是一个关键问题 神到底是谁 神代表了什么 额黑刚刚自己的话 引用人的科学家的话讲得非常好 他说假如神是 人的形象是没有的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牧师在 约翰一书第一章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句话讲什么呢 以色律也好 什么也好 天地宇宙之间是有一个律的 这个律就是真律 就是那个太初刚开始的时候 我讲也讲不清楚 可是的确是存在嘛 物理学家归纳要研究 也是要把这个律来找出来嘛 对不对 假如你从这个观点去了解神的话 神代表什么 神说什么 文化与文化之间没有门户之间 音乐美术之间没有门户之间 信仰跟信仰之间也没有门户之间 因为道理是存在的 恭喜两位今天真的很棒 其实我在东东都很少 有机会参加 这么高水准的学术讨论 谢谢 我真的特别就是非常学术的 从古代到今天 然后从东方到西方 各个不同的学科 的确我对于您的这个观点 没有办法去辩驳 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 真的特别感谢您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神代就是有一点就是共同的 不管是什么传说 只有一位 他的创造是统一的 没有两种方法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各种神学 就哪一个神是有一位神 我记得罗马是肯定是 好像是基地位神 就是基地位神 对不对 希腊也是 对不对 这是什么 中国的神 那就更多人 那么如果这些人都创造 这些神都创造的话 那么肯定会不一样 肯定会不一样 就像Toyota和汉载 两个都是日本的汽车制造商 创造之后 你不能 零件不能通用呢 你无法通用呢 你Toyota 你不可能买汉载的零件上去 这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 这个大家虽然 就是只有一位神 都是按照他的意志来创造 这样我们才能够 今天 尤其是音乐 好 我想说一点我的感受 我觉得今天被讲得特别好 虽然是两个小时 那是因为杨老师做了多少的研究 所以他要把这些 都给他们讲清楚 所以才花两小时 然后我感觉今天就像是从 中国讲音乐的起源 就跟一个从这个角度 一个葡萄绘制 我觉得 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还有一个 就是 我上回是听一个语言学家讲这么个事情 他就是说 这个 不管音乐神造的 那个说话都是神造的 就是说你看现在英语是全世界最最流行的语言吧 可能 维美的可能会觉得 哎呀我们太牛了 非洲文什么鸟语肯定 他们的那个表达 情感能力差很远 或者中文可能也很差 实际不是这样子 英文 它比那法文 德文都特别复杂 非洲话咱们虽然不会说 他们说的特别难 中文也很难很难 英文现在这么流行 可是它是挺相对于那些语言来说还比较简单 所以就说并不是咱们想象的呀 那个说话也是 非洲中国或哪哪哪 可能 越南柬埔寨老挝 可能他们的话特别简单 什么的 只有北美这么文明 我才这么复杂 其实不是的 那些都神造的造好了 说话能领生给咱们的 这就是我的 这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从事不是很简单到复杂 使我联想到这个语言的这方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